字幕視頻 嘿大家好 我是專進圖倫的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圖倫家X排位單排的三解說 這局呢我們BAN掉的是莫拉跟頸 而超倫呢放出來了在敵方的隊伍 超倫這個英雄呢真的非常利潔哦 他從身體最低的英雄成為排位賽必變的英雄 右上角可以注意到我們的出裝以及奧義 出裝的部分呢 我們會選擇圖倫最需要的屬性 那這次我們不打算出能量法球 主要是能量法球的成長曲線呢太慢 能量法球買出來之後呢 還要5分鐘才達到最大的效益 而且他本身就不便宜 就是不能夠買出來呢馬上發揮效益 當然如果你是順風局的話呢 可以提早玩出能量法球的話就會非常厲害 鞋子的部分呢我們是喜歡買魔防鞋 如果敵方有雙射手現在要讓錦打野呢 是建議出無防鞋的喔 這次我們對線的對象是艾萊斯特 我們今天呢就來說說看圖倫換血的方式喔 當然呢就是疊被動 我們的一技能呢能夠疊三層 而二技能呢可以疊兩層 二技能是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原本的位置跟我們要順移的位置 都會叫做魔法傷害喔 各可以疊一層總共疊兩層 如果我們技能全部命中呢 就可以直接觸發被動 被動的傷害相當高喔 像這樣呢敵方艾萊斯特已經剩下一點血量 對上羅爾還是拉茲呢也是同樣的換血方式喔 就是先使用一技能的疊被動 疊被動的同時呢殺了敵方 花他們血量喔 這邊抓敵方阿萊斯特他血量不是很好喔 我們現在要瞬移接二技能接一技能 這邊再一個二技能成功把他緩速 這時候阿萊已經沒瞬移了 我們在使用第三段的二技能成功把他提殺 剛才注意到呢我們的貼身一技能恐龍 如果沒有恐龍的話呢能夠更快的把他打死 主要呢是我預判到回家的路喔 可是他就站著使用技能 圖倫的貼身一技能呢還是建議大家練一練喔 雖然他的命中率可能沒那麼高 可是命中的話呢我們可以瞬間疊三層被動 而且還會造成巨量的傷害 如果我們在貼身的情況下呢 命中一個一技能加二技能 就可以把敵方造成緩速 同時觸發我們的被動喔 會造成巨額的傷害 通常呢在接個大招就可以殺死敵方的脆皮 這邊抓到敵方阿萊的空檔喔 理論上呢我們再一個一技能就可以中傷敵方阿萊 可惜左邊發出敵方摩恩 後面還來了一個斯克德 那這邊我們交出一個人頭 但也沒關係喔 今天剛好我們可以拍一個逆風劇 那我們來說一說我們為什麼會出上面的裝備喔 首先是聖騎護盾 聖騎護盾的冷卻時間跟物防呢都相當好用喔 尤其是我們很常貼近敵方英雄 來出發我們的被動喔 因此聖騎護盾的生存能力 對圖倫向來有幫助 接著就是巫妖王冠 巫妖王冠的被動跟他魔傳呢 對圖倫效益非常的大 最後一件我們是出閑子領域 閑子領域的範圍呢 剛好跟我們的被動差不多 這樣子呢我們同時擁有 降低魔防生命跟魔攻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目前我還在測試 閑子領域跟 魔傳法杖呢哪個效率更高 當然大家有任何的心得呢 也歡迎跟我分享 裝備滿了之後呢 我們賣開我們的第一件 買出綠色的樹 增加1400血跟400魔攻的那一本 如果敵方有很多回血呢 是可以出 降低回復血量那本書喔 這邊呢我們先用我們的被動 消耗一下敵方 同時適當的使用一技能 一技能也是我們主要的傷害來源喔 如果能夠命中的話呢 能夠消耗敵方不少血量 尤其是敵方一些沒有回復手段的英雄 這邊我們的兔子被抓到 我們趕緊去救他 先貼身使用一個一技能 那兔子活下來就好 我們趕緊拉開 這邊呢我們的被動馬上疊好了 先把它疊好 請到兵線 這邊注意呢 我們圖倫的被動 如果在一秒內多次被命中呢 會造成減量的傷害喔 那大家記得這一點喔 千萬不要算錯傷害了 這邊我們先得等兵線喔 來看有沒有機會去支援 這邊兵線快要到了 注意到敵方超人 超人是先版本呢 排位賽非常常被ban的英雄喔 主要是要出拳塔呢 傷害還會非常的高 這邊看我們隊友要不要吃魔龍 以我們的陣型呢 是可以快速的把魔龍吃掉喔 找敵方阿萊斯特 我們先去清個兵線 然後再上前去支援我們的隊友 這邊呢我們要穩定的發育為主喔 腿倫是裝備起來呢非常強的英雄 由於我們擁有非常高的機動 不錯的傷害 還有可以刷新的大招 因此呢到了後期也不會怕喔 如果你不太會抓人呢 你穩定的發育就對了 這邊我們抓到敵方四個的空檔 趕緊追上 先加個瞬移把他緩速 之後再順上去 這邊的大招還沒出來呢 我們被動就把他擊殺喔 那圖倫的二技能呢 如果我們能夠貼著敵方 一個二技能就可以把敵方緩速喔 由於我們二技能的起始點跟到達點呢 格會造成一次魔法傷害 如果敵方被命中兩次呢就會緩速 不能貼身也沒關係喔 我們可以等一等冷卻時間 就使用兩次二技能 這樣子也能夠造成緩速 而且圖倫的緩速呢高達90% 長達3秒喔 雖然這個緩速效果是會衰減 可是也是非常厲害的控制 由於圖倫需要近身的特性呢 因此他的出裝應該是建議半坦的 以我過去在王者龍龍的經驗呢 圖倫基本上都是半坦 可是在後來職業賽呢 開始衍生出全攻擊的圖倫 以我的理解呢應該是在職業賽 大家的默契更好 而且圖倫不像蘿兒呢有免傷的手段 就像出半坦呢 被敵方集合還是會被秒殺 因此倒不如放棄坦裝出全攻擊 利用我們的一技能被動跟大招 來做一個遠程的收割 這邊看能否抓到敵方的阿萊斯特 先順上去 再順一次躲過敵方的暈眩 這邊被阿萊斯特的大招抓到喔 可是我們再使用我們 就有一段二技能 這個大招 順利把他擊殺 由於圖倫的機動性呢實在太過強喔 對上沒有位移的英雄呢 有非常大的優勢 這防禦塔我們應該可以拔掉喔 來去下路找敵方 斯科德 這邊斯科德還欺負我們的熊貓 主要是熊貓的體質被砍得太弱了 然後斯科德也是一個天生體質非常強的英雄 這個二技能就有在一個大招 順利擊殺敵方斯科德 這時候來了一個超人喔 我們是不太怕超人的 主要是我們第一件買的是生命法杖喔 因此我們能夠持續的吸血 而超人呢他本身沒有一個回血的手段 先趕走敵方的馬洛斯 然後趕緊會中路死我們的兵線 回城的時候呢幫我們的齊爾打一打這個 古龍 這邊超人有點兇喔 我們先把他趕走 順利把超人擊殺 守防禮塔的時候呢記得要先把炮射打掉喔 這邊找敵方阿萊茲特 可是因為地圖上呢沒有看到敵方其他英雄 因此我們要小心一點喔 避免像我們第一次死亡那樣 先集合敵方的斯科德 可是敵方摩恩已經過來了喔 這邊我們的章魚跟齊爾上去 我們在後面放馬輸出 目前是一個漂亮的靈魂2 有些觀眾朋友們呢可能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明明對先也對贏 然後也一直殺人 可是卻贏不了遊戲 那是因為你們沒有退防禦塔喔 像我們打贏團戰的時候呢 就盡量退退防禦塔 能夠退掉一桌就是一桌 我們先把敵方中路防禦塔 這時候敵方也超不到復活 我們把兵線輕輕呢就要撤退 這邊我們已經反超三個人頭 在這種時候呢 我們更要穩定的 敵方倒 避免放一些似乎 讓敵方有反超的機會 這邊呢隊友打算對一蹲 看能否抓敵方 找個摩恩 這邊既然讓他溜走了 如果我們的兔子還是熊貓成功暈眩呢 就可以把他帶走 那這邊我們的熊貓被敵方擊火 這時候是一個4打5 3打5 那這邊我們被迫到撤退喔 避免被敵方持續的擴大這個優勢 這時候我們狀態不是很好 先拉開回一回魔力 這邊敵方阿萊斯的順了上來 他還蠻大膽的喔 可是呢 有些敵方也有壓倒心力的人數優勢 最後我們的戰獄也被敵方擊殺 這邊只好先拉開喔 加個瞬移 這時候我們的魔力索身無幾喔 我們看能否守住這個防禦塔 可是敵方的血量不是很好呢 看來這防禦塔守住了 那我們趕緊回撐 那這時候下破兵線馬上要到了 可是我們隊友已經走開 所以我們要先慢慢守一守喔 要先打掉敵方的炮車 防禦塔的血量剩這麼少呢 一台炮車就可以把防禦塔打掉喔 沒有魔力的圖倫呢 真的有點無力喔 看來圖倫也是一個喜歡藍buff的英雄 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玩的英雄呢 都特別喜歡藍buff 說不定就是一種緣分 目前比數來到8比8 可是我們本身的發育狀況呢 還是不錯的 因此呢等等團戰的時候 只要隊友不要太多的失誤呢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喔 當然我們自己要做一個 以防萬一的後備計畫 只要有條件呢 圖倫是可以一打多的 這邊我們走位呢 可以稍微挑釁一點 先把下落兵線推掉 發個信號呢 叫隊友不要打起來 這邊如果我們把兵線持續推進去呢 就有機會蹲到敵方的失誤 而且把兵線推進去之後呢 我們有視野 這樣子呢可以大幅減少敵方的活動範圍 這邊我們感覺可以蹲到人喔 先使用個2技能縮短距離 嘗試抓到敵方的 斯格德 先把斯格德帶走 剛剛如果我們先使用2技能再接大招呢 會更完美喔 當然結果還是好的 成功刷到敵方斯格德 再順上去 刷到敵方摩恩 這邊我們已經接近神的境界喔 這時候呢應該是可以直接吃凱撒的喔 甚至推掉敵方一個防禦塔 我們先等於我們的隊友 消耗一下敵方的馬洛斯 這邊我們的2技能剩一段喔 我們是打出來1技能接大招呢 殺到敵方的阿萊 因為很可惜的是 被固定在敵方防禦塔範圍 就被防禦塔咒死 那阿萊斯特呢 確實是 我們圖倫的老師 果然知道圖倫的弱點喔 那這邊如果我帶清醒的話呢 說不定可以解掉敵方阿萊的大招 但比起清醒跟免疫呢 我還是比較喜歡瞬移喔 主要是瞬移可以做一些追擊的玩法 比如說上去呢貼身使用2技能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把敵方緩速喔 而且瞬移呢可以做一些比較進階的打法 這邊我們抓敵方的超人衝了過來喔 我們趕緊把他留著 再使用2技能把他緩速 最後1技能接個大招 有點可惜沒有把他擊殺 可是最後我們還是抓到摩恩 順利帶走敵方摩恩 然後持續的跟上 最後再帶走敵方的阿萊斯特跟斯克德 這次我們大招也滿上好喔 敵方毛巣交一個治癒 我們持續的輸出 這邊有沒有克萊斯在彈著喔 克萊斯應該是買狂暴之手 最後成功團美敵方英雄 順利卻有敵方的主堡 最後呢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我的影片 圖倫萬號關鍵呢 2技能4核心 建議呢多多練習圖倫2技能的使用方式 那最後呢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記點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打開小鈴鐺 那我是尚恩我們下次見 掰掰